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那凤九 我先过去了 你在这里吃点点心等我回来 好 凤九趴在桌子上 看着一池的莲花 时不时往嘴里塞两块高吃 哎 你听说了吗 这青秋女君已经住进太陈宫了 帝君喜欢的人 住进太陈宫不是很正常的吗 凤九趴在桌子上听见了他们谈论的事情 貌似跟自己和帝君有关 便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可是我听说 帝君以前曾经有过一个两情相悦的人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那位女子与话归先了 帝君还为此伤情了许久 据说这位女君跟那位女子还有七八分相像 那你是说 帝君仅仅是把女君当作 当作一个替身 嘘 巧声 妄议尊神是个什么罪名你比我清楚 一个仙鹅捂住了另一个仙鹅的嘴 不过 最近谣言不也在传吗 而且 据说帝君还为那位女子见了一个凤一格 就在帝君的寝殿旁边 凤九看着那两个仙鹅走远 忽然后悔自己偷听他们说话他们说的 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假的 孩子罢了 可是那凤一格 凤一格的确在帝君的寝殿旁边 而且 太神宫中所有的宫殿都没有结界 只有那凤一格是有结界的 而且他第一次见到帝君的时候 帝君便似与他十分相熟一般 还有上次他与他在床上 他声色无比 他却能娴熟地带他到达欲望的顶峰 方才那个仙鹅说 最近谣言四处乱传 却一次都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 只能说是有人阻止了谣言地传播出了他 还有谁 他终究还是信了 信了那个谣言 可是他该如何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留在他身边吗 不 他做不到 做不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几横看着他脚步不稳地离开姚池 嘴角勾起一丝笑 凤九脚步不稳地离开了姚池 走着回到了太神宫的宫道上 抬头看着 太神宫 三个仓劲的大字 数日的回忆如同影片一半在脑海里划过 他带他的温存 如同是刀刻一般刻在他心上 抱了抱胳膊 快不走进太神宫收拾的东西 又摸到了腰间挂着的银铃 他说只要他带着 他就能随时找到他 凤九把银铃解下来 看了一眼 毅然而然地扔进了莲池 快不离开千花盛典的人渐渐散了去 东华待在亭子里左右等不到凤九回来 以为他又看到什么新奇玩意而不肯挪步 索性离了亭子去找他挪着步子到了姚池 却看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只看见打琴骂俏的连诵成玉 九儿呢 小殿下 他 没回去吗 没有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就没看见他 我还以为他回去了 东华心下一景 一个睡意到了喜吴宫 结果自然也是不再探了探佛林的位置 在太陈宫连池捞出了那个佛林 仲林 传本帝君口语 凡是有见过凤九的 有线索的 一日重赏 凤九失魂落魄的到了凡间 茫茫十一凡尘 他该怎么办 既然决定要躲着他 就肯定只能在这十一凡尘 该死 他到底给自己灌了什么迷魂汤 短短几日 居然已经爱他入骨 城内喧嚷吵闹 城外数十里一片竹林道傍山 因水小镜通幽十分雅致 也不知怎么的就走了进去 看着紧致不错的凤九 踢了些竹子搭了竹楼 做完这些事情 他便只能呆呆地坐在屋子里面 脑子里来来去去 都是那些个公儿说的话 想去问他吧 话到了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怕去问他 是怕说出来之后 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吗 还是怕他不会同自己说真话 帝君 这两个仙鹅说曾在瑶池见过殿下 丛林带来了两个低阶仙鹅 见过帝君 两个仙鹅抬头碰上东华冷峻的眼神 有点沾沾津津东华挥挥手 你们说见过九儿 是 两个仙鹅被东华吓的话都说不利索 连颂一步挡在东华面前 挡住了东华冷峻的目光 道 别紧张 慢慢说 两个仙鹅抬头碰上连颂温和的目光 稍稍放松了一点 其中一个胆大一点的仙鹅说道 婢子经过瑶池的时候 看见女君一个人待在瑶池 原来听几个见过女君的仙鹅说女君长得好看 婢子就想远远的看一眼 但是女君一直没有转过头来 后来我就看见两个姐姐一边说话一边走了过去 貌似听见她们说什么伤情啊 替身之类的 那你可认的那两个姐姐 那个仙鹅摇摇头 看服饰 应该是高阶仙鹅 但是是哪个宫里的 婢子实在记不清楚 九重天仙鹅多了去 哪能全部都记住 只能靠服饰辨别 我 我记得 另一个胆小一点的仙鹅弱弱的道 就是 就是帝君宫里的 你可认得 如果能见到 应该能认得 仲林卫等帝君下令 已经将太成功仙鹅带到宫门口 两个仙鹅略微看了两眼 摇了摇头 外人还没这么大胆子敢冒充太成功的人 连送用扇子拍了拍手心 你们确定没记错 绝对没有 仲林 去把指派给姬衡的那两个宫鹅 给本帝君带过来 东华的声音已然带上几分恼怒不多时 那两个宫鹅已经被带到了 东华面前两个小仙鹅 只不过扫了一眼 便认了出来 赏他们两个明珠十魁 放归连几吧 东华挥了挥手 示意仲林将他们带下去 你们两个 有没有见过女君 东华的盯着他们两个 回帝君 婢子并没有见过殿下 两个仙鹅虽然有点惊慌 却依然镇定地回答 仲林 待下去 东华挥了挥手 正当两个仙鹅 按锡以为蒙混过关之时 东华又吐出两个字 凌迟 帝君饶命 婢子冤枉 作为一个在九重天待了数百年的仙鹅 不会没有听说过凌迟 婢子只是听从姬衡公主的 说 说只是让婢子与银鹅姐姐在殿下面前演一场戏 事成以后便让婢子回到原籍 那公鹅被一通吓唬 当场便竹筒到豆子吐了个干干净 你说的可是真的 若有半句不敬不识 婢子不敢 婢子不敢 那公鹅吓得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 只说自己是受利益所趋 拔了他和银鹅的舌头 扔入凡事 永世为娼 继衡见东华叫人带了他的两个公鹅 心下有些虚 便悄悄地跟着到了正殿 宫主且止步 若是有事找帝君的话 恐怕还得再等等 私命对着跟在后面的鸡横 微微依了一手 皮笑若不笑地道 老是传了奴的两个公鹅 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太臣宫中的仙鹅 帝君要传自然什么时候都可以传 指不定帝君也是一时兴起 他老人家的心思可最难猜 而且 若是没做什么亏心事 又怕什么自己的人被寻呢 私命话里有话 也不说迫不过一盏茶时间 银鹅两人便被侍卫拖了出去 公主 请吧 私命表示 您尚赶着找死我可不敢来 小公鹅不懂事 发落就算了 老师何必发这么大火 白白地伤了身子 东华顺手拿起茶杯摔了过去 正好砸中了姬衡的鹅脚 老师息怒 姬衡不知做错了什么 惹得老师发怒 季衡 你父亲若是活过来 知你做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他会被你气得再死一回 东华已气生冷 你父亲当日是如何的一位将领 你又是如何的一个人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